那么华丽县政府观光处推动友善旅书认证计划 继110年取得25张证书 今年更有60家业者参加FTH友善运动赛事旅书认证 以及KLS清善Long Stay旅书认证 共计通过货班96张的证书 也期盼借由品质认证 让更多的旅客来到花莲 获得美好旅游体验和回忆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 旅客人数相较往年大幅减少 但却也是旅书业者做好内部训练 提升服务品质的最佳机会 花莲政府观光处自110年推动友善旅书认证计划 由旅游中心和旅书业者取得25张证书家机 今年更有60家业者参加FTH友善运动赛事旅书认证 及KLS清善Long Stay旅书认证 共计认证通过获班96张证书 未来一个智慧花莲永续城市就很重要 什么叫智慧花莲 就是透过AIOT我们的科技数位 让我们的实意有构型 会更方便友善的联结 而永续花莲 我也要谢谢所有旅书业者 在6月1号开始对于我们的绿色住房 永续旅游的部分提出了先行 我也要谢谢张语市长 还有我们所有旅书业者 再一次恭喜我们在座的得到我们的认证的 国际认证的我们的所有旅书业者 谢谢大家齐心协力 让我们的这个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提升 我想今天的认证会成就未来的花莲观光 而在整个我们的幸福城市的大调查评比里面 我们的观光服务是分数是86.4 是全国第一 全国第一 而缔造全国第一 都是所有我们书业的 所有讨费讨给你们 大家辛苦耕耘来的 也是大家透过自己的整个 成为花莲最好的观光行销大使 我想这个五星的这个城市 就是因为有大家 包含美轮大饭店 及理想大地度假饭店等 多家花莲旅书业者 透过ISQM国际服务品质认证 FTH友善运动赛事旅书认证 KLS亲善Longestate旅书认证 ISF1高龄友善环境旅书认证等四项认证 不断充实自己 藉以提供更优质服务给旅客 期盼让更多旅客来到花莲 获得美好的旅游体验和回忆 记得讲方言和理事报导